娱乐转圈圈 其他的角色和作品 只不过 正如他这个人一样 是没有什么存在感和关注度的 特别是前几年 李嘉航这个名字的知名度 甚至还不如张伟这个 名字的知名度高 但是最近几年 也已经进步了 他的身上开始有了电竞人设 加上他和李胜之间的 婚姻与日常互动 也吸引了一些观众的注意 李胜参加了 表演类综艺节目 演技受到了 不少观众的支持 夫妻俩还一起参加了 婆婆和妈妈这档综艺节目 一家三口的相处模式 被观众夸赞 总而言之 通过这些综艺节目 和微博发声 李嘉航才算是 有了一些热度 但是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自身的热度 是需要的 但是更需要的 还是更多的作品 和角色吧 这部 最近在热播剧 小舍的中 大家就看到了 李嘉航的身影 虽然说 在整部剧中 李嘉航出演的角色 并不是存在感很高的一个 因为他剧中的妻子 姐姐和姐夫 都是讨论度很高的角色 但是 有一些观众 说得很对 那就是 这个角色出来后 大家心目中的李嘉航 有了其他的样子 而不再只是 张伟和尔康了 对于李嘉航来说 这应该算是一次 很成功的突破和跨越吧 在小舍的中 李嘉航和蒋星 在剧中出演夫妻 大家也都看到了 蒋星出演的田雨兰 直接被观众骂他 为了督促孩子的学习 负责手段 十分要强 但是 李嘉航出演的角色 就恰恰是与之相反的 这个角色 是个典型的富二代 但也不算顽固子弟 他踏实生活 安稳度日 有自己的工作 有稳定的生活 有个学习很好的儿子 还有每个月 都会给钱 有权有势的父母 所以 他的生活 从来都是没有压力的 他也没有危机意识 打打游戏打打球 对孩子的教育和学习 也没什么太大的想法 前期 大家觉得 他这样的角色人 设事很讨喜的 让人感觉很轻松 到了后期 就变成了大家口中 没有责任和担当的享乐主义了 认为他有手好闲 毫无斗志 所以说 这个角色虽然关注度 没有其他级位高 却也产生了不少的争议 庆幸的是 这个角色 被观众认可了 也开始 有了带入感 而且 李嘉航之前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回应过出演这个角色的 一些感悟和历程 他表示自己 已经十年没有试过戏了 这次遇到了好的演员 和想要合作的导演 所以不担心角色 会不会被观众讨厌 如果真的被讨厌了 那应该 才是戏剧的成功 不得不说 李嘉航的想法 也还是很理智和清醒的 作为一名观众 能够看到李嘉航的身上 不再有张伟的影子 其实是挺难得的 事实证明 李嘉航和李胜 这对夫妻 两个人 都是有实力的演员 只不过 之前的关注度 实在是太低了 也没有 更多出圈的作品 所以才会被大家忽略 既然这一次 李嘉航的新角色 还算不错 也有了 一定的热度 那就希望他接下来 能够出演更多 被大家发现和认可的角色吧 至少 作为一名演员 他的演技 还是比较靠谱的 也不是一定要 出演幽默喜剧中的 废柴和粉青 可以尝试 更多的角色风格 所以 在看小舍的 这部剧的时候 你们觉得 李嘉航的表现如何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